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衔演播 幻英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十一章 提线木偶 蒋兰最大的愿望就是找机会一脚把韩三千踹出苏家 现在看到苏英夏帮韩三千说话 而且还接受了和韩三千结婚这件事情 那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蒋兰很是气愤 苏英夏在与韩三千相处的这三年当中 感情潜移默化 哪怕是没有弱水房产这件事情 她也不会和韩三千离婚 更何况 能够促成这次合作完全是韩三千在帮忙 蒋兰对于韩三千的态度之所以会这么恶劣 完全是因为她认为韩三千没有出息 只要把弱水房产的事情告诉她 相信她肯定能够对韩三千有所改观 可是苏英夏叹了一口气 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她们呢 妈不是要跟你发脾气 妈只是不想你布上我的后尘 蒋兰察觉到自己态度有点过激 稍稍放软了一些语气 妈 给她一年时间 她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苏英夏知道 韩三千在为她改变 虽然具体是哪方面的改变并不清楚 可是她相信 韩三千终有一日 能让看不起她的那些人刮目相看 蒋兰一声冷哼 哼 跟你爸一样是个窝囊废 就算给她十年又怎么样 看看你爸 他现在有出息吗 妈 这么多年 爸虽然没有大出息 可他对你不好吗 他也从来没有去找过小三吧 你看看那些大伯 谁在外面没有女人啊 幸福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蒋兰虽然生气 可是她也知道 苏英夏说的是实话 苏国药的确穷 没有出息 但是她从来不在外面沾话惹草 跟很多男人比起来 算是很好了 行 那我就要给她一年的时间 我看她能有多大的出息 我可警告你啊 你可不能让她碰你 苏英夏点着头 虽然她正视了自己对韩三千的感情 可是要说到那件事情 她心里还是没有做好准备 当蒋兰从苏英夏房间走到客厅的时候 只看到了苏国药和韩三千两个人 苏海超父子俩呢 不是要求我们的吗 怎么走啊 苏国药看了一眼韩三千 眼神里带着一丝忌惮 刚才在门口 韩三千态度强势地让苏海超滚蛋 苏国药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韩三千挺直腰杆的凶响 导致她根本就没有勇气拦着韩三千 这个入赘女婿 可是窝囊了整整三年呢 今天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而且连苏海超都敢打 我让他们走的 这件事情既然是奶奶改变了负责人 就应该让她亲自来解决 韩三千淡淡地说 这句话就像是一道惊雷 把苏国药和蒋兰两个人炸得是魂不附体啊 让老太太亲自出面 这简直就是癞蛤蟆打哈气啊 韩三千 你是不是疯了 苏国药蹭了一下站起身 蒋兰也是一脸惊吓的样子 韩三千 这个家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呀 老太太那可是慈禧太后一样的人 蒋兰虽然是个泼妇 但是在老太太面前 连大气都不敢喘 他回来的 韩三千淡定得不像话 走向厨房 蒋兰突然有一种感觉 自己似乎看不透这个窝囊废了 他今天是吃错药 还是突然发神经啊 国药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吃错药了 蒋兰低声地说 苏国药摇了摇头 不知道 不过他今天不太一样啊 蒋兰心里疑惑 想到之前苏莹夏的说的话 难不成他还真是有什么真本事 哎呀 你说 妈会来吗 苏国药无奈地一笑 妈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 他老人家除了在自家别墅待着 什么时候去过其他地方 谁想邀请他去家里 除非是住在云顶山别墅区 蒋兰点了点头 老太太一直想让苏家在云顶山别墅区 有一席之地 这么多年了 任何亲属 西夏的几个儿女 她可从来都没有去过 第二天 苏莹夏有晨跑的习惯 每天都是六点钟准时起床 换好了衣服之后 苏莹夏走到了韩三千的地铺前 喂 还装睡 韩三千尴尬地坐起身 没想到每天去看苏莹夏下班的事情 他知道 就连跟着他晨跑他也知道 两个人一起出门 苏莹夏三年以来 每天晨跑的路线都是一样的 必定会路过云顶山别墅区 到了云顶山别墅区那条路之后 韩三千对苏莹夏问 你每天都会在这里看看 为什么呀 要是能在这条山路上晨跑 空气肯定更好吧 苏莹夏一脸向往地说 山下那道门除了别墅区的住户之外 没有人能够随便进去 苏莹夏知道这是自己处不可及的地方 所以每天看看也就心满意足了 奶奶一直想住到这儿来 因为只有住进这儿 才算真正的踏上上了社会 这一次和热水房产的合作 还有可能会给苏家带来这样的机会 所以她的态度才会这么的强硬 让苏海超来找我 韩三千看了看山腰那栋别墅 听说山腰别墅要拍卖了 前主人很多年去了国外 应该是不打算回国了 唉 你想什么呢 苏莹夏无奈地看着韩三千说 整个云顶山别墅区 山腰那栋别墅是最贵的 也就能体现身份地位 这次拍卖 肯定会有很多有钱人出手 我听说 成交价已经预估六千万了呢 知道这是多少钱吗 六千万 的确不少 可是也真的不算多呀 走吧 韩三千笑着说 回家之前 两个人一起在外面吃了早餐 三年以来的第一次啊 回家后不久 韩三千找了借口出了家门 弱水房产 顶楼老板办公室 韩三千副手而立 站在落地窗前 钟良态度恭敬地 站在韩三千的身后 云顶山别墅区的拍卖 你去找个人 帮我拍下来 钟良面有蓝色 小少爷 韩家的钱 只能让你用来发展公司 这 韩三千冷冷一笑 扔了一张银行卡 在办公桌上 从我十二岁开始 我就知道 韩家是他的 所以我利用了 韩家的关系人脉 帮自己敛财 十六岁时候 我就有了自己的公司 你在韩家 负责和 封签公司的合作吗 听到这句话 钟良突然间 呼吸急促了起来 封签公司的董事长 秦林 跟我深交多年 董事长 韩三千嘴角 扬起了一抹 协议的笑容 提线木偶罢了 钟良心里一阵呢 不可思议地 看着韩三千的背影 秦林 竟然是韩三千 韩家少爷的提线木偶 他这么多年 是韩三千控制着秦林 那他才是 封签公司的真正老板吗 你知道为什么叫封签吗 钟良吓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一束 是悬在韩家头上的一柄剑 钟良额头冷汗直流 他不敢相信 韩三千十二岁的时候 就在为自己铺路 那不应该是一个年少无忧的年纪吗 这份心机成腐 绝对不是韩家大少爷能够比拟的 谁又能够想到 韩家大少爷花天酒地的时候 眼前这个年轻人已经悬了一柄剑在韩家人的头上 背景凉风阵阵 钟良说 小少爷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 这栋别墅 不惜一切代价帮我拍下来 他想在山路晨跑 你想要的 就算是这个世界 我韩三千也会想尽办法给你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前引播 幻音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妻 林峰 第十二章 识别 三日 苏家老太太出门了 苏家老太太好像要去苏国耀家里 当这个消息在苏家传开之后 每个亲属都被震惊的那是无以复加 多少年了 嗯 老太太从来不去子女住的地方 她甚至曾经还说过 想要让我去你们家 可以 除非你们有资格住在云顶山别墅区 真的吗 奶奶真的要去苏云夏家里 不会吧 谁也要传的消息 这怎么可能 苏家几个后辈的微信群里热闹非凡 每个人都表示对这件事情不敢相信 可是 当一张老太太下车的图片发送到群里之后 群里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他们都清楚 奶奶这一次亲自出面 算是卖了苏云夏一个天大的面子 而苏海超在公司里的地位 必然会受到影响 苏国耀和蒋兰两个人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也是被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们本以为老太太不可能来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出面了 弱水房产的合作对苏家来说至关重要 能不能挤进云城一线市家 就看这次的机会怎么把握 老太太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在世的时候 让苏家住进云顶山别墅区 所以当他听到苏云夏病了之后 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万一钟良找到其他的合作商 这事就没有办法挽回了 所以他必须要亲自来看看才能安心 老太太年事已高 爬楼这件事情差点要了他的命 苏国耀和蒋兰两个人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看到了老太太赶紧上前去搀扶 妈 你怎么亲自来了 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我们去看你啊 苏国耀说 是啊妈 有事打电话就可以了 蒋兰也跟着说 老太太是上气不接下气啊 累得那脸色都白了 我来看看云夏 听说他病了 苏国耀心里已经 苏赢下根本就是装病 这要是让老太太知道了 那还得了啊 狠狠地瞪了一眼韩三千 都是他出的嗖主意 韩三千一脸不在意的样子 把老太太请进门之后 给他倒了一杯水 可惜老太太看也没有看他一眼 赢下呢 坐在沙发上之后 老太太问 啊 病了 怕传染给您 所以在房间里呢 他没病 韩三千突然说 平地惊雷啊 韩三千的话 让苏国耀和蒋兰 两个人吓得差点尿了 他们极力想隐瞒这件事情 没想到 韩三千却自己承认了 韩三千 说什么胡话呢你 宁夏明明就生病了 蒋兰愤怒地看着韩三千 庄病是这家伙提议的 那现在又是他主动承认庄病 他这是在害人呢 妈 你别听韩三千瞎说 他什么都不知道 苏国耀很是惊慌 老太太不满地看着韩三千 你说没病 是什么意思 赢下是项目负责人 他拿下了弱水房产的合作 不管苏海超说了什么 改变项目负责人的决定 是您做的 这件事情有苏海超的责任 可是也有您的错 您说是吧 韩三千淡然地说 韩三千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质问奶奶 苏海超一副暴走的样子 苏国林也气得头皮发麻呀 一个弱坠女婿而已 竟然敢对老太太心事问罪 活得不耐烦了吧 韩三千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你最好在我面前消失 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奶奶 现在只有赢下才能搞定这次合作 您说是吧 不管他们怎么激动 韩三千始终一副淡定的样子 老太太深吸了一口气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激怒了我 就不怕我一怒之下 不要这份合作 也要把你们赶出苏家 啊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苏家面临的损失太大了 您不会这样做的 你就这么吃定我了 奶奶 我只是想让您重视赢下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有让奶奶生气的地方 我给您赔罪 老太太笑了 一个巴掌 一颗糖 这手段玩得可真是好啊 这是你的主意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啊 老太太脸上的笑意 逐渐被阴沉所代替 苏赢下绝对不敢和她玩这样的花招 至于苏国要和蒋兰两个人 看了她连大气都不敢喘 除了韩三千之外 她想不到还有谁能够想出这样的主意来 我的初衷不过也是为了苏家好啊 韩三千说 苏家 是她老太太的苏家 还是苏赢下的苏家 那这可就不好说了 赢下呢 老太太问 这个时候 韩三千的电话恰好响起 接起电话之后 韩三千按下了扩音键 苏赢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苏国要和蒋兰两个人都懵了 苏赢下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他们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赢下奶奶在家里 她听到了这个消息 想必应该很高兴的 老太太勉强挤出了一丝笑意 赢下辛苦你了 过两天到奶奶家来吃饭 谢谢奶奶 老太太站起身 直视着韩三千 韩三千 你如果对我苏家有半点觊觎之心 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我绝不可能让你得逞 奶奶你放心 我对苏家的财产没有兴趣 就苏家这点分量 韩三千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一个二流市价而已 能有多少油水啊 老太太走了之后 被蒙在鼓里的蒋兰 对韩三千质问 我说韩三千啊 这是你和赢下设计好的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呢 妈 你不也是想出一口气吗 这么多年了 在苏家受到的屈辱 难道就不想发泄一下 蒋兰一愣 今天这件事情 的确也算是帮她出了一口气 要不是韩三千这样的安排 老太太怎么可能来到他们家呀 而且今后苏家的亲属 也不敢再小看你们了 赢下手里的项目 至少能够让她和苏海超 平起平坐 蒋兰无言以对 哪怕是想要鸡蛋里挑骨头 也着实是找不到油头了 这件事情在苏家亲属间 掀起了惊涛海浪 苏赢下拿到了项目负责人的身份 在公司里的地位 必定水涨船高 几个一向看不起 苏赢下的苏家女人 一时间心底里啊 也是愤愤不平 她们可不想被苏赢下 骑在头顶上 别怕 我们还有机会嫁进豪门呢 那么多聘礼 就算不是燕京的韩家 肯定也不是什么小家族 不错 咱们几姐妹可说好了 一致对外 不管谁能够嫁进这个韩家 今后都要保护自己的姐妹 不能和苏赢下走得太近 哼 她始终是个女人 修家不可能落在她一个人手里的 别担心 苏海超以后啊 有的是办法对付她 一个没有苏赢下的姐妹群里 无故掀起了一场 针对苏赢下的讨伐 苏赢下回到家里 蒋兰偷偷把苏赢下 叫回了自己的房间 赢下 你给妈老老实实的交代 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呢 蒋兰问 没有啊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啊 苏赢下心里惊慌 但是表面上 却是滴水不漏 我怎么感觉 这韩三千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你没看到啊 她今天跟你奶奶对话的时候 嘿呦 那个镇定啊 整个苏家呀 谁敢用这种态度 跟老太太说话 苏赢下笑了笑 她虽然没有看到 韩三千的强势 但是 从韩三千嘴里 知道了这个计划的时候 她已经被吓得不轻 不过 她选择相信了韩三千 事实也证明 相信她是对的 妈 不管怎么样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就行了呀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订阅转发 保全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衔演播 欢迎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十三章 神秘买家 三天后 苏家别属 老太太为苏英夏 办了一场庆功宴 苏家所有亲属到场 期间 苏英夏具体说了一下 和弱水房产的合作事项 老太太听得非常高兴 而苏家那些亲属 则是个个心怀鬼胎 苏英夏上位 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 苏英夏今后 在公司里的地位必然是不可动摇 毕竟弱水房产要把城西打造成主城去 而这个项目必定耗时时间很长 项目不结束 苏英夏的地位谁能够撼动啊 苏海超面色非常难看 他本是公司里地位最高的年轻一辈 而且是有望成为苏家董事长的继承人的 如今苏英夏却大权在握 无形中就会削弱他在公司里的势力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苏英夏终究是个女人 苏海超相信奶奶不可能把整个公司都交给他 除了庆功宴之外 今天云城还有一件大事发生 云顶山别墅区 就是山腰别墅的拍卖 虽说那苏家人不敢想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情 不过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今天山腰别墅就要拍卖了 不知道谁能够得手啊 云城有实力竞拍的 不过就是三家人而已 就看谁愿意花更多钱证明自己了 听说预估成交价在六千万浮动 真是住在钱堆里面的 这些顶尖的有钱人 为了颜面有光 谁在乎这点钱啊 苏义涵 也就是苏英夏的堂姐 上次韩家送聘礼的时候 她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自信 自认为韩家聘礼是送给她的 这个时候她悠悠然地说 说不定啊 这套别墅会被其他人拍下来呢 义涵 你是说 韩家不是给咱们送聘礼了吗 迟迟没有露出真面目 也不知道在装神弄鬼什么东西呢 说不定 她就是想给我一个大惊喜呢 苏义涵笑着说 一脸自信的样子 好像已经认定 韩家是冲着她来的 苏家其他几个女生后辈 听到这话 隐隐有些不高兴 可是 苏义涵的确是他们当中最漂亮的 看上她的可能性也是最高的 要真是这样 我们苏家 岂不是有机会 住进云顶山别墅区 听到这话 就连苏家老太太 都有些动容 虽然说和弱水房产的合作很有可能让苏家建生云城一线家族 但是这个韩家如果真的出手买下了山腰别墅 苏家也跟着颜面有光啊 而且强强联手 苏家在云城的地位很有可能超越现有的三大世家 这是老太太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只可惜 她到现在也没有露面 老太太叹息了一声 送来这么贵重的聘礼 主人却迟迟不露面 老太太也是有些看不懂了 哎呀 这样的男人啊 肯定要一鸣惊人哦 等他准备好了 就会来接我的 这个时候 韩三千埋头吃饭 没有参与这个话题 苏海超不屑地看了一眼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韩三千 门儿给你抢啊 你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吗 这句话让很多人露出了吃笑的表情 他们现在不敢随随便便挤兑顺下 但是这个入赘女婿依旧不用给面子 哎 这种山珍海味 我都快吃腻了 有些人穷啊 没吃过也是正常 真不知道当个穷逼是个什么感觉 老太太咳嗽了一声 那些讥讽的话才停了下来 苏国林接到了一个电话 满目震惊地说 这么高 不是说六千万左右吗 谁竞拍成功了 听到了苏国林的话 苏家人知道 他在说关于山腰别墅拍卖的事情 一个个都是聚精会神地看着苏国林 哦 我知道了 苏国林挂了电话 一脸感叹 爸 成交价是多少啊 苏海超迫不及待地问 八千九百万 这个数字让在场每个人都是瞠目结舌 老太太也是情绪无法淡定 远超预估价两千多万 能够想象竞拍是有多么激烈 最重要的是 那栋别墅的实际价值根本就值不了这么多 八千九百万 全部都花在了面子这方面 还真让一涵说对了 是个神秘买家 不知道是什么人 苏一涵心潮澎湃 他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如果真的是那个神秘的寒家买下来的 而且他又是被看中的人 这可不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那么简单了 他应该快出现了吧 苏一涵一脸期待地说 虽然不知道对方长得什么样 但是这么大的手笔 哪怕是个丑八怪 苏一涵也是能够接受的 奶奶 咱们苏家真的有机会住进云山别墅区了 而且啊 还是最豪华的山腰别墅呢 苏一涵对老太太说 老太太一把年纪了 这个时候也忍不住心跳加速 别墅是谁买的不知道 但是聘礼却是切切实实地吓到了苏家 不管他看上了苏家哪个女子 对苏家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 希望他能够快点出面吧 这段时间为了这件事情 我已经失眠好久了 一顿饭吃完之后 韩三千和苏英夏两个人 到了别墅后花园散步 相隔一米 相近如宾 会羡慕吗 韩三千对苏英夏问 苏英夏知道韩三千说的是聘礼的事情 点了点头 嗯 我也是个人 当然会羡慕 不过也非必要 对我来说 现在已经很好了 苏英夏的坦诚回答 让韩三千温柔一笑 如果他说不羡慕的话 韩三千还会觉得他虚伪 不过苏英夏肯定不可能给出这样的答案 哎 你说 能花八九千万买一栋别墅 这些人得有钱到什么样子 苏英夏一脸好奇地对韩三千问 韩三千非常仔细地想了想 嗯 或许 这只是他的零花钱吧 苏英夏眨巴着嘴 心里隐隐一惊 八千九百万的零花墙 零花墙笑吗 是零花钱 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呢 你说 买别墅的人 真的有可能是夏聘礼的人吗 嗯 或许吧 毕竟聘礼也真是不小了 看来苏一涵 会是苏家过得最好的人 嫁给这种有钱人 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生活 苏英夏脸上没有半点献傻 只是纯属好奇而已 你也是认为会是苏一涵吗 就算不想承认也不行啊 她的确是我们这一辈里最漂亮的人 这么有钱的人 能看上的也只有她 苏英夏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嗯 你更漂亮啊 苏英夏凶狠地瞪了一眼 韩三千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我已经结婚了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跟我有关吗 韩三千 善善一笑 不再多说什么 不多时 苏英夏被老太太叫走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给他 韩三千一个人在花园里 初夏的季节 繁华似锦 韩三千 你打我的事没忘吧 苏海超走到韩三千的身后 语气阴沉地说 韩三千转过身 看着苏海超只身一人 我谢地说 你要是想报仇 我劝你多找两个帮手 苏海超摇了摇头 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窝囊费计较呢 你是苏家的入赘女婿 自己什么身份还不清楚吗 我何必为了你拉低自己的身份呢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我只是想告诉你 别以为苏英夏上了位 你就可以胡夹虎威了 你永远都是苏家的入赘女婿 是我们眼里的废物 韩三千淡淡一笑 成口舌之勇 他实在没有那个兴趣 见韩三千不生气 也不反驳自己 苏海超咬着牙 你这个窝囊费被我骂了也只能忍气吞声吧 看看自己什么狗逼样子 苏海超 想欺我呀 让我出手打你 然后去奶奶那儿告一桩 这就是你的出息吗 还有 你的脑子能不能聪明一点呢 这点小把戏在我面前没用的 苏海超咬牙切齿 没想到处心积虑想对付韩三千的办法 竟然就这么轻易的被看破了 而且这个废物竟然敢说他没出息 顺便说一句啊 我要打你 不管在哪里都可以 别说是苏家别墅 就算是奶奶面前我也照揍不悟 你想住院吗 韩三千上前一步 苏海超吓得连连后退 怂得是一塌糊涂啊 韩三千笑了笑 离开了后花园 苏海超气得原地跺脚 他恨自己刚才退了两步 为什么会害怕这个废物呢 就算是苏英夏在公司里有了地位 又能怎么样 不代表这个废物也有地位啊 韩三千 我一定会让你跪下来磕头认错 做不到 我不幸苏 苏英夏跟着老太太谈了不到半个小时 韩三千也没有问说了些什么 不过从苏英夏的表情来看 他大概是能够猜到一些的 老太太之前给他说过 让他别觊于苏家的财产 估计啊他现在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吧 下午有事吗 苏英夏对韩三千问 没有啊 我能有什么事啊 陪我去逛逛街吧 我跟姐妹约好了 嗯 让你当苦力 行不行啊 韩三千一口回应 当然没有问题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先演播 幻音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林峰 第十四章 狗眼 看人地 百货大楼门前 沈灵瑶靓丽的身影吸引了不少男人的关注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有三个男人跟他搭讪了 印花T恤 加上一件纯白色小白套 下身是白褶小白裙 把修长的双腿暴露在外 不知道迷得多少男人看花了眼 作为苏英夏的同学家闺蜜 当他看到苏英夏远远地走来 身边还跟着一个男人的时候 大惊讶地 微微地张开了小嘴 苏英夏结婚三年 那位传说中的入赘女婿 她仅仅是在婚礼上见过一次 今天 苏英夏竟然把她给带出来了 这是眼花了 看错了吗 怎么了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惊讶 苏英夏走近之后 笑着对着沈灵瑶问 沈灵瑶把苏英夏拉到了一旁 低声地问 营夏 这位大名鼎鼎的韩三千 我没看错 整个云城 哪怕是没有见过韩三千本尊的模样 也是或多或少听过他的名字 因为三年前的事情闹得太大了 加上苏海超故意扇风点火 一些普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苏英夏点了点头 得到苏英夏的确定 沈灵瑶更加吃惊了 当年苏英夏出嫁可是满腹委屈 她还替苏英夏打抱不平呢 虽然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可是这件事情被人提及 依旧是当作笑话来看待的 你是不是疯了 怎么会把她带出来 苏英夏知道自己这个姐妹非常关心她 可是韩三千作为她的老公 已经是事实 而且正是自己的感情之后 苏英夏觉得 应该让韩三千真正地融入她的生活了 我没疯 以后你会经常跟她见面的 你 你 你不会是接受她了吧 沈灵瑶就像是听到了鬼故事一样 满脸惊恐 经常见面 这不是意味着苏英夏会经常把她带出来吗 苏英夏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嗯 虽然还没有全部 不过我再尽力 沈灵瑶翻了个白眼 还想说什么 不过把道喉咙的话又给咽了回去 随你开心吧 谁让你是我最好的姐妹呢 偷偷地看了一眼韩三千 沈灵瑶惊讶地发现 如果呀 就是不要看她那个坠婿女婿的身份 看上去那还是很不错的嘛 至少整个人还是很帅的 而且气质出众 只可惜啊 名声太臭了 三个人进了商场之后 两个女人就开始逛街模式 买不买令说 挨个的店家看上的衣服必须要试一试 韩三千也很有耐心 毕竟是第一次陪苏荣夏逛街 这种感觉对她来说 嗯 很不错 沈灵瑶每次换上性感的衣服 都会刻意地看一眼韩三千 她对自己的身材和样貌很有自信 每一次出门都会被打闪 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在她看来 韩三千肯定也不例外 可是试了几次之后 沈灵瑶却发现 韩三千只有在苏荣夏 换上衣服的时候 才会露出笑脸 至于她 压根就没有多看一眼 这家伙该不会是个脸盲吧 难道就对她的美色 没有半点企图 沈灵瑶不信邪 故意穿了一件特别暴露的衣服 抹胸包臀裙 几乎把她的好身材 全部展现了出来 而且她还故意地 走到韩三千的面前 你帮我看看 好看吗 韩三千上下打量了一下 她的身材的确不错 前凸后翘 要哪有哪 好看 说完这两个字之后 那韩三千 下一刻的眼神 就放回到老苏荣夏身上 没有片刻停留 对于男人 沈灵瑶自问 有很深的了解 韩三千看着她的眼神 没有半点欲望 清澈无比 那这不是能够装出来的呀 所以 沈灵瑶确信了一件事情 韩三千 绝对是个脸盲症 在她的眼里啊 根本就没有美丑之分 这时候店里走进了一男一女 女人穿得妖绕 而男人体宽肉厚 脖子上挂着很粗的金项链 十足的爆发户的派头 女人进店之后 但凡看中的衣服 就连试也不试 直接让导购撞起来 这件我也要了 女人走到了苏荣夏面前的时候 苏荣夏正好拿了一件衣服 打算去试一试 没有想到直接被她夺过去了 对待这么豪爽的客人 导购一般都是舔着脸的服务 而苏荣夏已经试过了好几件了 也没有打算买的意图 自然没有把苏荣夏放在眼里 好的 怎么回事 这件衣服是我朋友先看上的 苏荣夏还没有说话 沈灵瑶率先炸毛了 对导购质问 妖艳女人 一副趾高气昂地 看着沈灵瑶不屑一笑 我买衣服从来不试穿 因为就是由你们这种人 试来试去的 不知道摘上了多少细菌呢 买衣服试试不过分吧 不是怎么知道合不合适 沈灵瑶反驳 不合适 不合适就扔了吧 女人买衣服 找的是花钱的感觉 对不起啊 你应该不会懂 沈灵瑶气得是气窍生烟啊 苏荣夏开口说了 我要买这件衣服 女人轻蔑地看了一眼 苏荣夏 你问问她 是卖给我 还是卖给你啊 说完 女人又看着导购 如果你要把这件衣服卖给她 我刚才让你包起来的 就不用麻烦了 导购丝毫没有犹豫 是这位小姐先说要买的 你还是去挑挑其他的吧 你要不要这么势力 她是客人 我们也是客人啊 沈灵瑶不服气啊 导购嘴角上扬 轻笑着说 客人也分三六九等 这位小姐的购买力 是你们能比的吗 听到这句话 妖艳女人得意地笑了起来 别给自己丢脸了 掂量掂量自己钱包的分量 再看看能不能跟我比 这个时候啊 带金项亮亮的男人 走到了妖艳女人的身边 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呀 钱才是王道 你们有吗 想当上帝 也拿点真金白银出来啊 沈灵瑶脸色铁青 一看着妖艳女人 就是一个小三伙 被这种女人踩在头上 她不服气 可是 她的钱包的分量 哪能跟这个爆发户相比啊 苏营夏虽然出生苏家 可是她一直跟普通员工一样 领工资 家底也不厚 虽然说现在当上了项目负责人 但是这才没有几天的时间 她的地位 还没有转化成金钱呢 你 苏营夏还没有说完 韩三千突然站起身说 谁买得多 就卖给谁 对吗 爆发户不屑地看了一眼 韩三千 哼 怎么 你要跟我玩玩 苏营夏赶紧走到了韩三千的身边 低声地说 三千 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她可不想韩三千逞一时之气 这个爆发户明显是一个有钱的主 怎么比得过呀 韩三千温柔地对苏营夏说道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就会让你得到 苏营夏听着韩三千坚定的语气 一时间晃了神啊 就像是韩三千给她发短信那次 就像是韩三千说奶奶会亲自上门那件事 她都选择相信了韩三千 今天 苏营夏也有同样的感觉 沈灵瑶可不觉得韩三千真有钱跟这个爆发户比 也走到了韩三千的身边 提醒道 装逼遭雷劈 你跟她比有钱 还是算了吧 年轻人 劝你还是听你朋友的 不然丢脸的是自己 爆发户还是得意 妖艳女人对韩三千的长相倒是有点兴趣 可惜一看就是个穷鬼 可不符合她的择偶标准 还不把这些暗眼的人给我赶出去 少了我的心情 小心我不在你们家店里买了 妖艳女人对导购说 导购不想失去这种大客户 宁愿得罪韩三千三人 请你们离开吧 我们店不欢迎你们 店里的所有衣服我全要了 不过你也帮我把这两个暗眼的东西 给我赶出去 苏迎夏听到这话心里一震 全要了 这得花多少钱呢 韩三千怎么可能会这么有钱呢 三千你是不是糊涂了 知道这些衣服要多少钱吗 苏迎夏赶紧说 沈灵瑶也觉得韩三千是疯了 她就是一个入坠女婿而已 哪怕藏有私房钱 那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呀 爆发户听到这句话放声地大笑了起来 行 我看着你买单 你要是真能掏出这么多钱 我自己滚出这家店怎么样 摇眼女子笑得是花枝乱颤 就像是看笑话一样 我还真没见过 你这种又穷又要面子的人 知道吹牛的下场是什么吗 老购也不信韩三千有这种实力 因为他见过很多有钱人 韩三千在他眼里根本就是一个屌丝 我们今天刚盘点 你要是想把所有的衣服买下来 都不用算了 一共四十六万三千八百块 我给你打个折 八百块我出了 怎么样 老购就像是开玩笑一样 说出了这番话 韩三千冷冷一笑 所有的业绩都记在他头上 韩三千所指的另一个导购 他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 都没有露出看不起人的表情的 当韩三千走到吧台前的时候 苏颖夏和沈灵瑶紧张地原地发愣 爆发户和妖艳女人看着韩三千这么有自信 心里也在发出 他不会是真的有钱买单吧 卧槽嘞 银行卡给了中粮了呀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衔演播 幻音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十五章 真付钱了 看到韩三千半天拿不出钱包 爆发户松了一口气 脸上又露出了嚣张的神色 完喽完喽 这下把牛皮吹破了吧 钱包没带这种借口 你要是说出来那可是笑死人呐 爆发户落井下石地说 妖艳女人也笑得是阴阳怪气 穷逼 能不能别打扰我买衣服 赶紧滚吧 这有人信眼的 沈灵瑶 刚才完全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听到苏云夏的话 爆发户大笑着说 这种话你还真有脸说出来啊 谁信呢 沈灵瑶 沈灵瑶 翘脸滚烫 已经红到了耳根了 她很想一走了之 但是苏云夏是她的姐妹 她要是就这么走了 那也太不讲义气了 宁夏 听我的话 跟我走 她吹的牛 让她自己丢脸 沈灵瑶走到苏云夏的身边 拉起了她的手 先生 你要是没钱的话 现在走还来得及 岛沟也没有耐心 继续和韩三千浪费时间 直接下了逐客令 这个时候 店里跑来了一个 气喘吁吁的年轻人 到了韩三千面前的时候 双手递上了一张银行卡 韩先生 这是您的银行卡 韩三千压抑地 看了一眼面前的年轻人 他手里的银行卡 也的确是自己的 看来是中粮让人给他送来的 爆发户还想调侃几句 但是 当他看清楚 送银行卡年轻人的模样时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今天去错热闹了 看了看山腰别墅的拍卖会 今天交价八千九百万的人 不就是他们 所有在竞拍现场的人都知道 神秘买家不愿意现身 所以找了一个跑腿的 现在这个年轻人把银行卡 递给了韩三千 爆发户哪怕是傻子 也能猜到 韩三千就是这个云城 所有人都想知道的神秘买家 双腿颤颤巍巍地发抖 脸上肥肉就像是装了电动马达一样跳动 八千九百万的惊人价格买下山腰别墅 这年轻人的身份想都不敢想啊 爆发户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走 准确地来说是撩 是他逃 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不是自己能够招惹的 走 爆发户低声地对着身边妖艳女人说 妖艳女人好面子呀 而且他不信这张卡里真能刷出钱来 说不定就是找人演了一场戏而已 走哪儿去啊 好戏还没看完呢 我倒要看看这卡里有没有钱 爆发户恨不得把这妖艳女人给掐死 跟这种有钱人结仇那不是找死吗 当韩三千把银行卡交给收银员的时候 沈灵瑶紧张地握紧了拳头 手心冒汗 苏迎夏也莫名地跟着紧张了起来 请输入密码 收银员双手发抖地把pose机递到了韩三千面前 这么大的单生平第一次见 他也是有些紧张 韩三千看了看苏迎夏笑着说 要不你来输密码 苏迎夏有些错愕地看着韩三千 怎么会让他输密码呢 他又不知道密码是多少 试试吧 苏迎夏脑海里想到了第一个数字 是他们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 难道 喂 你自己丢脸就行了 非要迎夏跟着你一起丢脸吗 沈灵瑶不满地看着韩三千 苏迎夏伸出手输入了脑海中的几个数字 刷卡成功 刚才那个看不起韩三千的导购员是一脸茫然 这就刷卡成功了 这就付款了 宝发货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八千九百万的山妖别墅他都买了 四十多万还算个屁呀 妖艳女人魂不附体 还等着看笑话 她居然真的就付了钱 赢夏 你 你怎么知道密码 沈灵瑶不敢置信 有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 韩三千真的有钱 第二个就是 苏迎夏明明不知道密码 为什么会输入正确呢 苏迎夏低着头说 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沈灵瑶听到这句话 脸上闪烁着不可掩饰的羡慕 刚才是谁说要从这里滚出去的呀 韩三千突然开口了 爆发户和妖艳女人刚走到门口 准备悄悄溜掉 听到韩三千这句话 立马愣在了原地 有钱又怎么样啊 我也不是穷人 你凭什么让我滚啊 妖艳女人不服气地看向韩三千 韩三千笑而不语 爆发户看着韩三千一脸笑意 那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那他知道 今天要是不做到自己刚才说的话 韩三千肯定不会放过他 这种人得罪不起啊 爆发户重新走到店里 然后像一个肉球般滚了出去 对不起啊 刚才的事情是我不对 妖艳女子感觉面子上挂不住 对着爆发户怒吼 你是不是疯了 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吗 你是狗吗 爆发虎眉宇之间闪过了一丝争鸣 一个耳光就扇在了妖艳女人脸上 你他妈哪来的废话 算个什么东西咋咋呼呼的 苏迎夏和沈灵瑶都懵了 爆发户滚出去也就罢了 现在他居然还发这么大的火 脑子抽筋了 他虽然说韩三千能付几钱 就从这里滚出去 可是他要是说话不算话 也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啊 谣言女人捂着脸 不敢再有半点废话 他可以躺在爆发户怀里撒娇 但是他也知道 自己只是个小三而已 他要是真生气了 随时可以一脚把他踹开 对不起 韩先生 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爆发户对韩三千问 这是很明显的询问语气 韩三千点了一下头之后 他才带着妖艳女人离开 沈灵瑶是咽了咽口水 直觉告诉他 这件事情 绝不仅仅是韩三千付了钱那么简单 这个爆发户 明显很害怕韩三千 可是 他在云城是出了名的废物入赘女婿 谁都把他当作笑话来看 怎么会有人怕他呢 韩先生 我为刚才的态度给您说句对不起 是我的错 之前那个导购员弯腰对着韩三千说 韩三千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对苏盈夏说 这些衣服都是你的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 苏盈夏还像做梦一样 不过他不是沉浸在韩三千花了多少钱这件事情上 而是银行卡密码 结婚纪念日 很快就要到了呀 他没有放在心上的事情 韩三千却把它作为了银行卡的密码 我 我也不知道 苏盈夏苦笑 这么多衣服得什么时候才能穿得完呢 你们俩的尺码是不同的吧 韩三千看了眼 沈灵瑶 从身材上来看 两个人的尺码应该是不同的 沈灵瑶点了点头 嗯 把适合他两人的衣服尺码分出来 至于剩下的 不要了 不 不要了 这句话让导购哭笑不得 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呢 付了钱 说不要就不要了 他居然 看走了眼呢 这 这怎么行 剩下的尺码 都给我吧 沈灵瑶激动之下 说出这番话之后 才反应过来 这是韩三千付了钱 他才有资格支配这些衣服的归属权 弱弱地对着韩三千问 行 行吗 没有问题 处理好衣服的事情 店家会送货上门 也不至于让韩三千当苦力 这算是一大幸事 不然今天那得累成狗 买了整个店 剩下的也不用逛了 到百货一楼准备离开的时候 沈灵瑶把苏迎夏拉去了洗手间 是不是上厕所不知道 肯定是有一些私密的话要说 韩三千在一楼等着 正巧啊 有一家钢琴培训班在招生 他凑上去看了看热闹 先生 我们学校也有成人班 你有兴趣吗 一个推广员走到韩三千的身边 递了一张广告给韩三千 韩三千看着钢琴 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这是他小时候最大的兴趣了 但是在离开韩家之后 已经三年没有碰过钢琴了 我能试试吗 韩三千指着钢琴问 当然可以 辅着黑白相见的琴键 熟悉的感觉悠然心生 按下一键 动作略显声色 随着熟悉感慢慢找回 渐入佳境 旋律激昂高亢的音符 从指尖跳跃而出 驻足的人越来越多 全是被琴音所吸引的 就连几个钢琴培训班的老师 都惊呆了 围观的人很快就挤得水泄不通 里三层外三层的看着热闹 还有人用手机拍着小视频 俄罗地亚筐香曲 是马克西姆的代表作 音乐用明快的节奏 描述了饱受战火洗礼后的 克罗地亚灰烬中的残缘断壁 夕阳倒映在血泪和尘埃之中的 悲惨的画面 韩三千也用这首曲子 点燃了现场人的激情 曲子完毕 一阵如潮涌般的掌声响起 怎么回事 那边怎么这么热闹 从洗手间出来的沈灵瑶好奇地问 苏英夏也觉得奇怪 怎么那些人都挤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 韩三千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连忙走到苏英夏的身边 我们走吧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衔演播 幻英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十六章 意外走红 韩三千带着苏英夏离开之后 一个亮丽的身影冲出了百货大楼门口 四处张望 没有发现韩三千的身影 才失落而归 第二天凌晨三点 韩三千正美美地在地坡上睡觉 苏英夏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深更半夜 很少会有人打电话来 苏英夏看了看来电显示 一脸的无语 晚安 你不会还在试衣服没睡觉吧 苏英夏还是无奈 懒得拿起手机 所以开了扩音 电话里传来了沈灵瑶滑破长空的尖叫声 林峰 我恋爱了 我找到了属于我的白马王子 苏英夏忍不住地 翻起了白眼 大半夜的你又发什么神经啊 沈灵瑶突然又假裤了起来 苏英夏都懒得搭理 昨天我不应该去上厕所 不然的话就不会错过我的白马王子了 你知道昨天那些人在看什么热闹吗 原来是有个大帅哥弹琴 你不知道现在那人在短视频上已经火爆了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要把他人肉出来 什么短视频的大帅哥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到底要干什么 不说清楚 我可挂电话了啊 等着 我马上发给你 很快 一段视频发送过来 苏英夏点开之后 只能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 坐在那钢琴前 哎呀 弹得的确是挺好 不过苏英夏没什么感觉 这肯定是某个网红炒作呢 你什么时候这么不理智了 不行不行 我必须要找到他 再给他 他是我的白马王子 我这样的小仙女 只有他才配得上我 沈灵瑶就像疯了一样 他已经把视频来来回回 看了不下一百遍了 快睡吧 说不定过几天又有视频了呢 这种网红 迟早会现行的 苏英夏可不想搭理 这个发疯的闺蜜 英夏 我现在好担心她有女朋友 更严重的 万一结婚了怎么办 我会对人生是屈膝 望子还没有说出口 苏英夏已经毫不留情地挂断了电话 韩三千默默地听着两个人的对话 没想到一时寄养 居然引起了这么强烈的回响 依旧是六点准时起床 两个人去晨跑了之后 吃完早饭回到家里 韩三千便送苏英夏去上班 现在身为项目负责人 苏英夏的工作量 比以前大了很多 当韩三千骑着小电驴离开的时候 苏英夏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这个背影 苏英夏晃了晃脑袋 熟悉不是很正常吗 都三年了 怎么可能不熟悉啊 中午休息的时候 沈灵瑶又给苏英夏打来了电话 这个女人已经完全痴迷于昨天 网络红人不可自拔了 韩夏 我的心已经不在我的身体里了 你能不能救救我 苏英夏是怒气不争地说 我看你是真的疯了 一个网红而已嘛 你要不要这么疯狂 你现在有没有空啊 我来公司找你 我需要你拯救 苏英夏看了看时间 中午休息两个小时 还有时间 她真是怕自己这个姐妹魔掌了 你来吧 时间不久 沈灵瑶就到了苏英夏的办公室 手机里还播放着那个短视频 昨晚是整整一夜没睡 憔悴地仿佛老了十岁 脸上的黑眼圈几乎可以媲美国宝了 亲爱的 我已经彻底沦陷了 沈灵瑶躺在客序的沙发上 一副生不如死的样子 苏英夏抢过手机 正准备关掉视频 沈灵瑶蹭了一下坐起身 别管 我听不见琴声 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又看到了那个背影 苏英夏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了 韩三千的身影 像 太像了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你看什么 这是我的男神 你都是有夫之妇了 还想跟我抢男人吗 沈灵瑶警惕地说 苏英夏皱着眉头 不敢确定地说 你觉不觉得 这个背影很眼熟啊 当然熟悉 我都看了一晚上了 能不熟悉吗 沈灵瑶理所当然地说 苏英夏摇了摇头 不是啊 你看看她的衣服 沈灵瑶看了看手机 啊 衣服挺帅的 没什么不对劲的呀 衣服怎么了 和三千昨天穿的一模一样 苏英夏心里微微一惊 不仔细看 还真是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不光是背影像 就连衣服也是一样 不会视频里的人 就是韩三千吧 韩三千 沈灵瑶看了看衣服 还真是 不过她对于韩三千的背影 并不熟悉 而且她可是认定 视频里的男人是她的 要是韩三千 那美梦不是破了吗 怎么可能 不是她 衣服一样 也只是巧合而已 沈灵瑶犹豫了一下 韩三千会弹钢琴吗 你什么时候见过 那倒是没有 这不就对了 她弹琴这么厉害 要不是每天练习 能有这样的熟练度吗 怎么会是韩三千呢 这倒也是 苏迎夏点着头 弹钢琴的实力需要日积月累 整整三年来 她从来没有看过韩三千弹钢琴 哪怕她以前真会经过这三年 也荒废得差不多了吧 闺蜘蛮俩正聊得火热的时候 网上已经有了一个称号 钢琴小王子 无数的女人想要把她的身份底细给挖出来 一时间火爆了网络 而韩三千骑着自己的小电驴 出现在有登场支撑的奥迪4S店 现在每天都要接送苏迎夏上下班 还骑着小电驴的话 风吹日晒雨淋 韩三千倒是无所谓 但是不能亏待了 鸡白貌美的苏迎夏呀 我操 现在的新流行啊 骑着电瓶车来看奥迪 这家伙不会走错地方了吧 我们这儿可不卖雅迪电动车啊 你们谁有兴趣谁去接待他 我等会儿还有个大客户要来呢 韩三千放车的时候 店里的几个销售员 就调侃着笑了起来 走进店里 没有一个人愿意起身 韩三千自己走走看看 他想要的是A6 除了送苏迎夏上下班之外 今后谈生意也可以用 毕竟他现在怎么说 也是承袭的项目负责人 家里那辆丰田 也是时候淘汰了 当然 韩三千也有能力买更好的车 不过太高调了 苏迎夏那方面也不太好交代 昨天买下整个店 还好苏迎夏没有多问 否则他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在一辆新款A6的面前停了下来 很快一个销售员就走到了韩三千的身边 我们这里有入门级的A3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今天交钱 什么时候能提车呀 韩三千直接问 销售员懵逼地看着韩三千 他还以为韩三千就是随便看看 毕竟这是为骑电动车来的主啊 你 您要这辆车吗 这是A6 销售员结结巴巴 不敢确定地说 这不是写着呢吗 我能看见 哥 您看过价格了 销售员还是不太敢相信 每个买车的客人 都是要经过一番仔细地询问 性能啊 试车谈价格一样不少 可是他痛快得太不真实了 啊 对啊 价格有优惠吗 这一款是顶配的混动版 由于是新款 暂时还没有出台优惠政策 那行吧 今天能开走吗 销售员哭笑不得呀 这是一位什么神仙客人呢 不会是闹着玩的吧 哥 您要是急需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帮您办手续 韩三千掏出银行卡 嗯 尽快吧 最好四点能搞定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四点半到小卖部 等苏英夏下班 三年来从未改变 销售员眼皮直挑 他要是真没吹牛 今天这一单算是白转了 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啊 去拿合同的时候 其他销售员对他问 哎 怎么样 这家伙一来就看A6 被价格给吓坏了吧 哎 米修过问他 是不是要去雅迪专卖店啊 结果走错地方了 咱们这个是四个轮子的 可不是两轮啊 那销售员扬了扬手里的银行卡 你们快闭嘴吧 这是个大客户 今天就要提车 这是让经理知道 你们就完了 几个人齐刷刷的脸色一变 不是吧 今天提车 他没开玩笑吧 那 这是他给我的银行卡 能是玩笑吗 朝着财务室走去 其他几个导购也跟在身后 想一看究竟 结果 当然是很明显的 几个之前看不起 韩三金的销售员 顿时悔的是那锤雄顿足啊 仿佛感觉错过了一个亿 这么轻松的单子 从他们面前飘过 竟然没有一个人伸手 不到四点钟 手续就已经办齐了 而且保险方面 也是计时生效的 那也就意味着 韩三千可以直接开车离开 交车仪式这种花哨的事情 韩三千不需要 离开的时候啊 对销售员问 电瓶车 我能放在这里吗 今天时间比较急 我明天来骑 可以 或许您给我个地址 我帮您骑过去也行 不用了 我明天来 韩三千开车离开之后 4S店几个销售员是面面相取 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意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衔演播 幻英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十七章 再来一辆 哟 换车了 把车停到了小卖部街边之后 韩三千刚走到小卖部 老板就一脸笑意地说 快到夏天了 太阳大 老板下意识地拿了一包韩三千平常习惯抽的烟 不过看了看A6和韩三千现在的身份可不匹配 换烟吗 节约点吧 省点油钱 老板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车的油钱 可不是抽烟能省出来的 哼 介绍成多 要不然就得被骂败家了 韩三千拆开烟之后 给老板递了一只 老板同时伸出打火机 两个人的动作配合默契无比 这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 毕竟三年了 老板猛做了一口 吐出了淡淡的烟圈 我早就看出你不是普通人了 蛟龙油浅滩 为了什么 不就是一飞冲天吗 韩三千没有想到 老板还能说出这么文周周的话 老板 你也是怀才不遇啊 怎么就甘心守在这个小卖部一辈子呀 老板连连摇头 我哪有什么才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为了女人 我也是 韩三千不发一语地点来点头 烟圈完了 韩三千把车挪到了公司门口 下班之后 崭新没有挂牌的奥迪吸引了不少眼球 韩三千站在车旁 也被人当作了青年俊颜 当然了 这是在那些人不知道他身份的前提之下 要是知道 他是苏家的入赘女婿 恐怕早就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了 三千 这 苏英夏出了公司大门口 看到了韩三千以及身后新车使 一脸的茫然 快到夏天了 太阳大 不能总骑小店驴接你吧 一个不适时宜的声音响起 苏英夏 你行啊 才当上负责任 没几天就换了新车呀 你这么明目张胆 就不怕奶奶查你 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你要是有证据 可以去揭发我 苏英夏冷眼看着苏海超 自从他当上了负责任之后 苏海超没少给他添麻烦 而且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苏海超冷冷一笑 你放心 等我有了证据 不用你提醒我也会去找奶奶 你最好小心点 别让我找到机会 不然我一脚把你踢出苏家 苏英夏坐上副驾驶 懒得大理苏海超 韩三千从始至终 没有看一眼苏海超 车朝着家的方向开着 苏英夏突然对韩三千问 你究竟有多少私房钱 韩三千也知道 迟早会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早就想好了说辞 以前攒下的钱 结婚我一分钱没有掏 所以是有一些的 苏英夏转头看着韩三千 有一些是多少啊 你具体得有个数吧 昨天花了四十来万 加上今天的已经过百万了 这可是比他们家还有钱啊 不过想想 苏英夏没有继续问下去 她虽然是韩三千的老婆 但是这么多年 两个人经济独立 忽不过问金钱方面的事情 没有理由深究 回到家里 蒋兰知道买了新车这回事 迫不及待地拉着苏国耀下楼去看 这可把老两口啊 给高兴坏了 坐在那新车里 觉得浑身毛孔啊 那都打开了 舒畅无比 哎哟 国耀啊 这车呀 可不能给韩三千开 女儿好不容易有出息了 得咱们来享福才是啊 苏国耀连声应道 是 不过这事 得你去给英夏说 这么好的车 万一让韩三千 有点磕磕碰碰 怎么办呢 她就适合骑小电驴 没想到啊 我蒋兰也有今天 下次回娘家 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蒋兰兴奋地说 老两口回到家里 蒋兰就把苏盈夏 叫进了自己的房间 苏盈夏问 妈 怎么了 这车呢 从今天开始 就你爸开吧 为什么 这可是 苏盈夏的话还没有说完 蒋兰就迫不及待地打断 这还有什么为什么呀 你现在出息了 难道不能让我们老两口 想想福吗 而且这么好的车 要是给韩三千开 她不知道爱惜可怎么办呢 坏了得花多少钱才能修啊 妈 这车是韩三千 行了行了 别说了啊 蒋兰不耐烦地摆着手 我知道她最近接你上下班 可是你又不是随时盯着她 她开这么好的车 万一心思不纯 用这辆车去骗其他的女人怎么办呢 这样吧 家里那台丰田给她看 苏盈夏一阵无语啊 这车可是韩三千买的啊 跟她没有半毛钱关系 怎么能说抢走就抢走了呢 对了 你这才当上负责任没几天 你就换了车 你奶奶会不会查你啊 你做账的时候啊 可得仔细点啊 蒋兰提醒 苏家其他亲属为什么能够过得比他们好 就是因为在公司里的职位高 捞油水的机会多 所以蒋兰理所当然地认为 买新车的钱是苏盈夏在公司里掏出来的 苏盈夏叹了口气 她知道蒋兰的性格 这事根本就解释不清 就算是她说韩三千买的 蒋兰也不会相信 我先出去了 苏盈夏得和韩三千解释这件事情才行 来到厨房 看着炒菜贤熟的韩三千 苏盈夏一脸歉意地说 对不起啊 韩三千不解地转过头 看向了苏盈夏 怎么了 无缘无故地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我妈以为买车的钱是我在公司拿的 她现在非要把车给我爸爸开 苏盈夏也觉得蒋兰有些过分了 可蒋兰毕竟是她妈妈 也只能任由老人家任性 我还以为什么事情呢 没有关系 韩三千无所谓地说 你真的不介意吗 这可是你花钱买的车 他们也是我的爸妈 孝敬他们理所应当嘛 苏盈夏听到这话 心里越发地为韩三千打抱不平啊 他这三年来在家里可没少受委屈 但是一点怨言都没有 反而还对他父母特别好 差不多吃饭了 你要是没事的话 帮我拿一些碗筷出去 苏盈夏利索地帮忙干活 老两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楼去研究新车了 饭桌上就只有苏盈夏和韩三千两个人 嗯 你会弹琴吗 苏盈夏对韩三千问 虽然她觉得不大可能 可是背影实在太像了 苏盈夏觉得有必要问清楚 嗯 对牛吗 韩三千笑着说 昨天真的不是你 苏盈夏怀疑地看着韩三千 昨天你不会是觉得沈灵瑶嘴里的网红是我吧 看来真不是你 苏盈夏心里莫名地有些失落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希望昨天那个人是韩三千 或许是每个女人都有一个公主梦吧 她也希望自己有一个让人万众瞩目的王子 吃了饭之后 两个人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 九点半准时回房间 第二天 韩三千开着丰田送苏盈夏上班 小卖部老板远远地看着 心里就犯起了一丝疑惑 这不是昨天才买了新车 怎么今天又开旧车了 送了苏盈夏之后 韩三千把丰田开去了二手车商 卖了几万块 然后打车到了奥迪4S店 昨天那个销售员看到韩三千之后 马上起身迎接 他们刚才还说了这个话题呢 很多人都觉得韩三千不会来骑车 没想到他还真是来了 哟 韩哥 这么早就来了 A6还有现车吗 韩三千就问销售员心里一喜 还有还有 韩哥还有朋友要买车吗 那就再给我来一辆吧 再来一辆 销售员也懵圈了 昨天不是才买了吗 怎么今天又要啊 汽车虽然是消耗品 但是也不至于一天就消耗得连车咕噜都没有了吧 韩哥 您还要一辆 销售员不敢置信地再问了一次 嗯 昨天那辆送人了 销售员震惊地看着韩三千 几十万的车 说送人就送人了 这也太豪气了吧 他无法想象韩三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么土豪的有钱人 怎么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当其他销售员知道韩三千昨天的车送人了 今天还要一辆的时候 也是惊得是外交里嫩 更是毁清了肠子 昨天要是舍得起身去接待韩三千 也不至于错过这种大客户啊 唉 现在眼红也没用了 只能怪自己没有财运呗 什么叫没财运呢 这是教训 以后有客人来了 可千万不能随随便便看不起人 你看 这韩哥瞧着不怎么样 可人家随随便便就能把A6送人 债才是有钱人 唉 韩哥也太低调了 也不怪我们看走眼呢 又是刷钱交车 昨天同样的步骤 今天又来了一遍 不过 摆在韩三千面前的 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 这辆车得怎么和苏英夏交代呢 三天时间又花了一百多万 要说他只有那么一点私房钱 这种鬼话 韩三千自己都不信 临走的时候 小电驴还是留在了4S店 等到下午 韩三千同样先去了一趟小卖部 老板看到了 韩三千的新车 由于没有上牌照 所以也不知道他又换了一辆 早上的疑火 也就打消了 不过今天的韩三千 明显是有点不一样 看得出来 他非常的紧张 哎 怎么了 今天特别紧张 是给老婆 准备了什么惊喜吗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 精彩 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衔演播 欢迎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十八章 包下餐厅 听到老板的话 韩三千满脸尴尬 惊喜倒是没有 麻烦却有一个 怎么给苏英夏 解释清楚 这可是一个大难题 老板 你有没有藏私房钱的经历 要是被发现了 怎么解释 韩三千对着老板问 老板哑然失笑 这你就问对人了 藏私房钱这回事 那是要讲技巧的 我在这方面 那可是没经验 韩三千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亏他还这么认真的听呢 没想到老板 只是跟他闹玩呢 老板的脸上 也是露出了尴尬的神情 咱们男人赚钱 为了什么呀 是给老婆花呀 藏私房钱 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那怎么能做呢 像我 一点这样的想法 那都没有 辛辛苦苦一辈子 不就是为了女人开心吗 古时后 有周幽王为包四一笑 烽火系诸侯 吴三桂为陈媛媛 引清兵入关 才留下了痛哭六军 巨搞肃 冲冠一怒 为红颜这句话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我们这可都是大英雄 韩三千深吸了一口气 你真是怂出了境界 啊 失敬 失敬 老板嘿嘿一笑 尴尬地抹了一把脸 到时间了 韩三千开车 到了公司门口 苏盈夏出了公司 又看到了奥迪 一脸的讶异 你 你怎么把车 要回来的 苏盈夏不敢置信地问 他可是清楚 蒋兰什么脾气 他决意要换车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而且 韩三千在蒋兰的 心目中地位很低 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呢 哎呀 世界上有奇迹 但是这种奇迹 绝对不可能发生在蒋兰的身上 上车再说吧 苏盈夏感觉到自己像是在做梦 难道妈妈突然想通了 开始看中韩三千了吗 怎么回事 快给我说说 上了车之后 苏盈夏迫不及待地问 要是蒋兰真的对韩三千改观 他会非常高兴的 那个 你信不信运气啊 韩三千清了清嗓 运气 运气可搞不定我妈 我昨天买车 4S店有抽奖的活动 正好我是幸运得主 买一辆 送一辆 韩三千一本正经地说 苏盈夏先是错愕地看着韩三千 随后呢表情变得阴沉起来 再接下来 又是一脸仰慕地看着韩三千 你好厉害啊 居然中奖了 买一辆送一辆 韩三千心里发虚 额头直冒冷汗 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嗯 是真的 苏盈夏翘着雪白大腿 双手插腰 既然这样 我也去抽个奖 韩三千顿时是一脸苦逼地说 哎 还是不要了吧 人家活动已经结束了 韩三千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啊 这种鬼话我能信吗 苏盈夏瞬间暴走 气得是胸脯颤颤 起伏剧烈 韩三千自己也知道 这个理由实在是太荒唐了 可是他又实在想不出其他的招来 银盛的侥幸 支离破碎 只能点头承认 嗯 我又买了一辆 真有钱 苏盈夏嘟着嘴 越来越好奇 这家伙究竟有多少私房钱呢 可是他还是在心里告诉自己 好奇归好奇 他有钱是他的事情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回到家里 又买一辆车的事情 没有告诉蒋兰和苏国耀 怕把他们给吓坏了 吃了晚饭 苏盈夏回到房间里 和沈灵瑶开始包电话粥 话题是关于网上盛传的钢琴小王子 韩三千躺在地上 静静地听着 也偷偷用手机上网上查学了一下 啊 没想到引起的轰动还真是不小 一大批迷妹叫嚣着要把钢琴小王子给挖出来 甚至连叫老公的人都有 让韩三千一阵无语啊 第二天一早 晨跑之后 韩三千按例送苏云夏去上班 然后去了一趟明珠大厦 这里是被当地人称为飞碟楼 顶楼是一个巨型圆盘式造型 整栋楼的造型也像极了蘑菇 属于云城标志性的建筑 顶楼圆盘是水晶餐厅 云城最有名的西餐厅了 通常想去水晶餐厅吃饭 至少要提前一周预约 餐厅四周全是落地窗 可以俯瞰整个云城世贸 而脚下的玻璃也是由特殊的技术打造 可以投影不同的环境 有胆子大的人在用餐的时候 会让餐厅方面去除一切特效 直观地看到脚下百米深渊 悬空用餐 韩三千到了西餐厅的时候 让前台找来了经理 经理是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 不像一般人大幅便便 反而格外的精神利落 穿着正式的西服 就像是一个贵族管家一般 先生,你有什么需求 经理对韩三千问道 这个月的22号 我想包下整个餐厅 钱不是问题 包下整个餐厅 历来只发生过一次 在两年前 某富家公子求婚 就选择在水晶餐厅 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不知道羡慕死了多少女人 而且这件事情 也跟韩三千入赘 苏家的事情 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少人拿这两件事情做比较 没问题 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布置吗 经理痛快地答应了 开餐厅就是为了赚钱吗 既然他说钱不是问题 其他方面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 餐厅的中央可以为我提供一架钢琴吗 没问题 不管什么需求 只要钱足够 我们都会尽力帮你办到 留下来商量了一些细节 缴定了订金之后 韩三千这才离开 餐厅里的服务员 不免想到了两年前轰动云城的事情 一些小女生露出了花痴一般的表情 真希望我也能遇到一个有钱人 要是他能包下整个餐厅向我摔 那该多幸福啊 唉 不知是哪个女人这么幸福 这次又要羡慕死多少人呢 唉 你们快干活吧 这种事情做做梦就行了 看到服务员饭花痴 经理不屑地说 领弯跑到经理身边询问 经理 这是哪家的有钱少爷 经理摇了摇头 不太清楚啊 看着面生 不过几十万的订金都缴了 应该不会有问题 二十一号开始不接待客人 帮他布置现场 这事不能出岔子 领班连连点头 有人包下西餐厅的事情很快被服务员走漏了出去 在云城掀起了不少的波澜 毕竟两年前已经轰动过一次了 这一次必然会再次让无数女人献上 苏家公司 中午休息的时候 沈灵瑶又到了公司里诉说中场 钢琴小王子出现之后 他就食不知味 夜不能寐 整个人都变了样 对于沈灵瑶这个痴迷啊 苏营夏已经劝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可是沈灵瑶就像是一头巨驴 怎么拉都拉不回来 营夏 本宫的竞争者太多了 那些药硬户我比不过怎么办 沈灵瑶愁眉苦脸地看着苏营夏 苏营夏打量了一下沈灵瑶 你的身材和长相怎么会说给他们呢 倒是这位钢琴小王子 你只看过背影而已 你就不怕他是个丑八怪 沈灵瑶正双手托着自己的胸 比划大小 听到苏营夏的话顿时一脸凶响 威胁 我可警告你 本宫的白马王子不接受任何诋毁 你要是再说他半个字不好 我跟你 跟我怎么样 苏营夏笑着问 沈灵瑶咬了咬牙 猙獰的说 我跟你斩金兰断情意 以后你会彻底失去我 苏营夏是一阵无语啊 这话我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好像谁上学的时候跟我说过 可是到头来呢 还不是抱着我的腿哭哭啼啼 说自己眼瞎了 竟然喜欢一个渣男 去 沈灵瑶撇了撇嘴 他怎么能跟钢琴小王子比 现在这个渣男还联系我呢 后悔的哭鼻子 本宫都懒得看他一眼 上学期间的沈灵瑶长得只能算是中等 都说女大十八变 她真从丑小鸭蜕变成了天鹅了 那以前那些看不上她的男生 每次同学会都会对她献殷勤 恨不得败倒在她那十六群下 我劝你啊 你还是别投入太多的感情 她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背影 长相性格人品家世 你一无所知 有句话叫做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难道你不知道吗 苏莹夏提醒 沈灵瑶搭了这个脑袋 这些问题她自己也想过呀 但是招架不住钢琴小王子的魅力呀 每一次看到视频 所有的担心就全部烟消云散了 不管了 只要她没结过婚 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人生总是要疯狂一次吧 这个时候 苏亦涵突然到了办公室 手里抱着一叠文件 这些文件需要你签字 苏亦涵满脸不悦地说 自从苏莹夏当上了项目负责人之后 她就成了苏莹夏的部下 让她非常不服气 那怎么说 她也是最有希望嫁进韩家的人 居然给苏莹夏当手下 对了 你们听说了吗 又有人包下水晶餐厅啊 水晶餐厅 听到这话 沈灵瑶激动了起来 是非电楼的水晶餐厅吗 云城还有其他的水晶餐厅吗 唉 我知道又是哪家父少公子的手笔啊 说完 苏亦涵一脸嘲笑地 看了一眼苏莹夏 我记得 你也是22号结婚的吧 同样都是人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喜马拉雅搜索 幻音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衔演播幻音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十九章 哪个王八蛋 看着苏亦涵眼嘴倾笑地嘲讽模样 沈灵瑶气不大一出来 22号又怎么样 同一天能代表什么 沈灵瑶说 苏亦涵就是故意拿着这件事情 来讽刺苏云夏的 既然沈灵瑶都激化了 她当然不会放过继续数落苏云夏的机会 不代表什么 只是差距而已 毕竟也是发生在同一天 就算我不说什么 也挡不住万人想起三年前的22号哦 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多了 你不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跟你有关系吗 沈灵瑶反驳 苏亦涵冷哼一声 跟我没关系又怎么样 起码我没有这种窝囊费的男人 而且呢 我以后要嫁的人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他们家里面会有多有钱 下片的事情 沈灵瑶听苏云夏提起过 金玉现金是非常惊人的聘礼 对方家事必然不小 而苏亦涵又的确是最有希望的人 豪门深似海你没听过吗 等着当深归怨妇吧 苏亦涵对这番话一点都不在意 得意地说 就算深归怨妇又怎么样啊 我宁愿在满屋子名牌里面当怨妇 我也不愿意嫁给一个家徒四壁 还有吃软饭的男人啊 苏云夏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冷声地说 苏亦涵 没有其他的事情 你可以出去了 22号呢 还真是个好日子哦 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呢 就是悲剧 苏亦涵拿着文件 一边走一边说 充满了讽刺 等到苏亦涵离开之后 沈灵瑶看着脸色难看的苏云夏安慰 宁夏 你别听这个八婆胡说八道 这种女人就是嘴贱 苏云夏哭哭一笑 像您前那22号 我的确很绝望 他说的没错 不过现在我已经想开了 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 非要选在22号 这不是故意针对你吗 沈灵瑶一脸愤愤不平 这么敏感的时间 必然又会让云成某些长蛇腹 开始讨论 讨论什么呀 讨论苏云夏婚礼的事情 到时候啊 又得被人拿出来做对比了 这是人家的安排 22号又不是属于我的 怎么能说是故意针对我呢 苏云夏苦笑着呀 她这个姐妹 胳膊肘往里拐得太严重了 沈灵瑶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她知道 这件事情不至于 真的是冲着苏云夏来的 可是 这一次苏云夏被人说邪话 确实不可避免的 算了 反正都三年了 你的心脏 应该锻炼得很强了吧 就算有人故意提起 三年前的事情 你也别在意 苏云夏点了点头 嗯 放心吧 我经得起任何打击 而且现在的生活 对于我来说 已经很好了 当天下班 韩三千的奥迪旁 停了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两者相比之下 高下立判 而在法拉利一旁站着的男人 虽说长相比不得韩三千 可是 在金钱当道的社会 一辆法拉利 足以胜过任何颜值 兄弟 你来接女朋友下班 男人对韩三千问 老婆 韩三千说道 让这个男人他认识 在这三年里 默默地看着苏云夏下班 他也时常会出现 而且他要等的人 也是苏云夏 男人的名字叫杨鹏 鹏是鹏鸟的鹏 喜欢苏云夏很长时间了 哪怕是苏云夏结婚之后 也没有放弃 因为他知道 苏云夏嫁给了一个废物入赘女婿 他曾经给苏云夏说过 只要苏云夏愿意离婚 他可以扫除一切阻碍 和苏云夏结婚 给苏云夏一个轰动全程的婚礼 不错呀 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我就不太走运了 我喜欢的女人 嫁给了一个废物 不过我知道 这三年来 他没有让那个废物碰过 所以只要他愿意 我随时都可以娶他 韩三千挑了挑眉 不再多说什么 等到下班 苏云夏出现的时候 杨鹏迫不及待地 走到了苏云夏的身边 哎 云夏 我已经订好了餐厅 陪我吃晚饭吧 苏云夏对杨鹏 没有半点好感 杨鹏喜欢他是不错 可只不过啊 是一份得不到的骚动而已 杨鹏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身边莺莺艳艳从来不少 而且换女伴就跟换衣服一样 杨鹏 难道我还没有话 跟你说清楚吗 我已经结婚了 杨鹏淡淡地一笑 那个废物 有什么资格拥有你 而且三年你都没有让他碰过 你们两个之间 又没有任何感情 何必要为难自己呢 我知道你是怕苏家老太太不同意 不过你放心 我可以给你保证 只要你肯答应 我就会说服老太太 对不起 我老公来接我了 苏云夏冷声说完 朝着韩三千走去 杨鹏微微一愣 刚才和他说话的人 竟然就是苏云夏那个废物老公 兄弟 没想到你就是传说着那个废物 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 杨鹏冷笑着 看向韩三千 韩三千语气很平淡 没有让你失望就好 杨鹏一脸痴笑 果然是个废物 被人指着鼻子骂 也只能忍气吞声 我能给苏云夏更好的生活 你能给他什么呀 啊 识相点就自己消失 何必耽误他呢 哦 你能给他什么呀 韩三千好奇地问 杨鹏得意地看了眼法拉利 这种跑车 你有吗 我车库里有三辆 我还可以为他包下 整个水晶餐厅 你能做到吗 正巧今天这个消息爆出来 杨鹏把这件事情 拿出来讽刺韩三千 当然了 以杨鹏的经济实力 他是能够办到的 三千 别跟他废话了 护驾 副驾驶的苏云夏催促 听见了吗 我们要回家了 韩三千微微一笑 看着奥迪扬长而去 那杨鹏气得脸色铁青 韩三千那句话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重伤 废物东西 我迟早会得到苏云夏 哪怕得不到他的心 我也要占有他的肉体 你个垃圾 等着我给你戴绿帽子吧 杨鹏咬牙切齿地说 回到家里 苏国耀和蒋兰的表情不太好看 他们也知道了水晶餐厅的事情 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对苏云夏来说不太友善 三年前的笑话显然又被他提起 不过 当着苏云夏的面 二老并没有提起这件事情 他们不想揭开苏云夏的伤疤 只是看着韩三千的眼神 却是更加不满 吃完饭之后 苏国耀把韩三千叫上 说是要出门散散步 韩三千 三年前的二十二号记得吧 苏国耀语气不满地说 韩三千点来点头 我和迎夏结婚的日子 苏国耀冷冷一哼 你还知道这个丢脸的日子呀 我们一家子的脸在那一天都丢光了 韩三千沉默不语 静待下闻 水晶餐厅被人在二十二号包下了 还有半个月 我们苏家的耻辱肯定又要被人提起 我不想让迎夏伤心 你找个借口 把他带出去玩玩 只要离开云城就行了 韩三千深吸了一口气 迎夏现在手里负责称息的项目 每天的工作量很大 就算出去旅游 也不是好的时间点 旅游 我是让你去旅游吗 我只是不想迎夏面对这件事情而已 你可以窝囊 可以忍气吞声 我女儿凭什么跟你一起受苦啊 苏国耀是越说越生气 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苏家老爷子在苏英夏结婚之后 不久就去世了 他很埋怨 为什么连死之前 都不能给他们家留点好事呢 反而是来了这么一个祸害 我知道你是为了英夏好 不过请你相信 我也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人的欺负 韩三千淡淡地说 家里 蒋兰拉着苏英夏的手 一脸心疼地说 哎呦 都憔悴了 你看看 这段时间挺忙的吧 苏英夏笑了笑 嗯 是挺忙的 不过很充实 而且我也得努力 不能让那些亲戚看不起你 蒋兰摸着那苏英夏的头 哎呀 真是妈的乖女儿啊 不过也不能让自己太辛苦 妈妈会心疼的 啊 这样吧 过几天 出去玩一玩 放苏英夏心情 好不好 苏英夏听到这话 就猜到了蒋兰想要干什么 妈 你不会是想让我 二十二号期间出去玩吧 蒋兰知道 苏英夏冰雪聪明 既然话都说开了 她也不藏着掖着了 妈只是不想让你 听那些人的闲话嘛 而且这么多年了 你也没离开过云城 现在家里条件好了 是时候去见解世面 公司里面还有一大堆事情 等着我处理呢 而且你放心吧 我现在不介意任何人说我的闲话 他们伤不了我 苏英夏一脸不在意地说 这件事情 值得很多女人羡慕 但是她不会 成为了项目负责人之后 未来可惜 只要她足够努力 就能够得到想要的一切 至于韩三千 苏英夏知道 她在为自己改变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她就不再是那些人口中的窝囊废了 这让苏英夏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而且 我要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离开 苏海超万一又对我的位置起了寂寅之心 该怎么办 蒋兰又叹了口气 不再多说什么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 精彩 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衔演播 幻英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20章 22号到了 十天后 水晶餐厅的事情愈演愈烈 由于包下餐厅的人没有被曝光 所以 无数人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甚至还猜测出了很多云城当地的富家公子哥 但是 随着那些富家公子一一辟谣之后 这件事情蒙上了更大的疑团 至于苏家 毫无意外地再度被人提起 成为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因为这个时间点实在是太凑巧了 不想让人想起都难 苏家亲属各个气愤难当 要不至韩三千 他们也不至于成为别人的笑话 家里几乎每个人都推掉了 近期所有的饭局 就连苏家老太太也是闭门不出 打算等过了风头之后再出山 真的太气人了 韩三千那个废物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那些人一口一个苏家 一口一个苏家 搞得像是我们丢了脸一样 韩三千怎么不去死啊 死了一了百了 我们也不用跟着他丢脸 苏迎夏也是个丧门星 没有他哪儿来的这些破事 几个苏家后背聚在一起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怒气 苏海超跟其他人不同 带着淡淡的笑意 海超 你还笑什么呢 你难道就不生气吗 某人对苏海超问 苏海超一脸无所谓 哼 闹得越大越好 苏迎夏把苏家的脸丢完了 这才是好事 其他人不解地看着苏海超 苏一涵笑着说 你们这帮没有脑子的东西啊 苏迎夏丢了脸 奶奶才不会让她成为我们苏家的接班人呢 她成为程西项目的负责人 好不容易挽回一点奶奶的好感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 估计奶奶又要讨厌她了 其他人听到这话 才恍然大悟连连发出了感叹 而且呢 咱们苏家也不会一直丢脸 等我嫁进了韩家 看还有谁敢说我们的不是呢 苏一涵很得意啊 苏海超看了一眼苏一涵 然后附和 不错 苏迎夏丢的脸 你们还有机会帮苏家找回来 虽然苏一涵的机会最大 但你们也是有机会的 苏一涵不屑一笑 完全没有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心里早就已经笃定 自己才是韩家的人选 你们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 免得以后失望 比样貌比身材 谁有我的好啊 要是苏迎夏没有结婚 苏一涵不会有这么强的自信 只可惜苏迎夏已经嫁给了一个窝囊费 苏一涵又怎么会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呢 还有五天 真正的答案就要结想了 对了 你们要去看吗 我听说附近酒店的高层住房已经被订光了 那些人就为了看看到底是谁帮下的餐厅 我肯定要去啊 这种热闹可不是年年都有的 一涵 你要去吗 苏一涵早就订好了房间 而且位置最好 最有希望看到餐厅里发生了什么 不过 他一向都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而且自许要嫁给韩家 去凑这个热闹岂不是掉了身家 我就不去了 等我以后嫁人的时候 肯定能比这件事情轰动 对于已经十多天没有钢琴小房子的消息的沈灵瑶来说 日子过得非常煎熬 就像是缺失了精神食粮一般 精神不振 最近窝在家里也不出门 整个人是棚头垢面 完全没有美女该有的姿态 像是一滩烂泥般躺在沙发上 穿着丝绸睡衣 身材倒是勾勒得淋漓尽致 一双修长的腿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哪怕是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 依旧散发着一股极强的诱惑 手机铃声响起 沈灵瑶伸出手 毫无目的地在茶几上抓拿 实在是没有摸到 这才舍得抬头睁眼 遗憾是个陌生号码 毫不留情地挂掉 继续当烂泥 不多时 铃声再次响起 一脸不耐烦的沈灵瑶 接下来就是一顿臭骂呀 本宫不贷款不买房 更没有车买保险 再打扰我休息 我顺着线号打死你信不信 你吃火药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耳边 沈灵瑶疑惑地问 谁 韩三千 沈灵瑶听到这三个字 现实微微错愕 随后就是露出了 充满敌意的冷笑 之前试探韩三千 把他当成了脸盲 以为他对自己的美色 不感兴趣呢 没想到啊 他居然私下打来了电话 果然呢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都是大猪蹄子 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 你终于忍不住了 沈灵瑶冷声 我想请你帮个忙 韩三千说道 这个电话会被沈灵瑶误会 他早就料到了 不过说明来意之后 相信可以解开误会 韩三千 宁夏跟着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你现在对他的闺蜜动心思 你这种人 要被千刀万剐的 沈灵瑶可不信 韩三千找他有证实 肯定是变着花样 想约他出去 你放心 我对你的美色 没有半点兴趣 我找你是跟赢夏有关 跟赢夏有关 沈灵瑶心想 难道是自己误会 自作多情了吗 什么事情 你说 22号 你带着赢夏到明珠大厦 但是这件事情 不能提前让他知道 韩三千想给苏英夏一个惊喜 但是惊喜要怎么触发 是一个问题 思来想去只能让沈灵瑶出面了 22号 还去明珠大厦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不知道明珠大厦会发生什么吗 沈灵瑶顿时就炸毛了 在云城人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而且还拿三年前的婚礼说时 韩三千不躲得远远的 巨人还要把脸凑上去 去给人打 22号是我跟他的结婚纪念日 我给他准备了一点惊喜 所以才会让你帮忙 韩三千说 大哥 你就算是准备惊喜 能不能另外选个地方 那么多餐厅 你非去明珠大厦干什么 沈灵瑶无语了 虽说明珠大厦除了水晶餐厅之外 还有其他几个高级餐厅 的确是云城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个时间点却不是最好的 玫瑰餐厅还是军月亭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帮我这个忙 我给你介绍钢琴小王子认识 怎么样 沈灵瑶愣了足足三分钟时间 然后就疯了 啊啊啊的尖叫了几声 这才对着三千 那就是韩三千问 韩三千 你认识钢琴小王子 你个杀钱道德不会骗我吧 我真的认识 只要你帮我 我就介绍给你认识 沈灵瑶毫不犹豫地说 好 你放心 我保证完成任务 但是你要敢骗我 我让你成为华夏最后一个太监 就这么说定了 不要露出马脚 让他知道 等到韩三千挂了电话之后 沈灵瑶在沙发上是蹦来蹦去 终于知道钢琴小王子的消息了 而且还有机会认识他 对沈灵瑶来说 是兴奋的不能自已 五天后 轰动全城的日子终于来了 晚上七点 夜幕还没有完全降临 但是水晶餐厅 已经是全云城最亮的一颗星 附近街道站满了涌动的人潮 这一夜 只要能够看到水晶餐厅的酒店 房间全部爆满 而这些人 都是想要一睹水晶餐厅的盛况 看看究竟是哪家公子哥求爱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就是哪家让人羡慕得要死的女人 有如此的殊荣 沈灵瑶你要干什么 还要让我换上礼服 就算是你很重要的朋友 也不需要这么正式吧 家里 苏晶夏一身红色长裙晚礼服 高贵典雅 透着迷人的气息 沈灵瑶这几天隐蔽工作 做得非常好 没有让苏晶夏有丝毫察觉 反正你听我的就对了 我这个朋友会让你大吃一惊 而且你也认识哦 沈灵瑶笑着说 为苏晶夏兴奋的同时 也为自己兴奋 因为过了今晚 就可以认识钢琴小王子 可以和他梦寐以求的男神见面了 我也认识 苏晶夏满脸疑惑 沈灵瑶的朋友 他大概都知道 可是都是熟悉的人 一起聚餐而已 怎么会穿礼服去见人呢 哎呀你给我说实话嘛 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苏晶夏突然怀疑地 看着沈灵瑶 沈灵瑶心虚地不敢直视 苏晶夏的眼睛 连忙多闪 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瞒着你呢 你又搞出什么新花样了 以前呢 睡衣派对 乞丐派对 咱们都玩过了 这次 不会是礼服派对吧 沈灵瑶一愣 随即 一脸笑意 你这个小机灵鬼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我不是担心 你不愿意参加吗 上次乞丐派对 你不是发誓 再也不参加我的派对了 苏晶夏瞪了沈灵瑶一眼 哦 是馊饭剩菜 亏你想得出来 沈灵瑶打着哈哈 两个人换了衣服之后 终于出门了 车一路行驶到了明珠大厦地库 苏晶夏虽然有些奇怪 沈灵瑶怎么会把party 就是派对 举办在这里啊 但是 问出口 又显得她有些介意 所以忍着没问 地库电梯前站着一个女人 看到苏晶夏他们两个人之后 走上前问 请问是苏小姐吗 哦 我是 请问你是 苏晶夏疑惑地问 请跟我来 上了电梯 沈灵瑶心想 韩三千虽然窝囊 但是小心思还是不错的 居然还有人接待他们 不过 当沈灵瑶看着女人 按下顶楼电梯的时候 顿时慌张了起来 美女 你是不是按坐楼层了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 精彩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